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裸婚就是什么都没有就去结婚了 你没房子 没汽车 没存款 没有钻石戒指 没有婚纱 没有婚礼 没有仪式 什么都没有就去结婚 就叫裸婚 除了裸婚之外呢 在内地现在还流行什么婚呢 就有受婚 受婚 所谓的受婚呢 他就跟这个奢婚是相反的 这个没有墨水 换个颜色 跟这个 他跟这个奢婚呢 正好是相反的 所谓的奢婚 大家看这个字呢 就知道 就是很奢侈的婚礼啦 就非常的铺张的去办一场婚礼 就叫奢婚 那受婚呢 就正好是有点相反的 他没有裸婚那么凄惨啦 他仍然是有婚礼啊 有仪式的 但并不奢华 就是呢 以比较简单的仪式呢 去进行一场婚礼 就不奢侈的 不奢华的一场婚礼 叫受婚 意思就是让整个婚礼呢 就这个不过能在金钱方面呢 还是整个这个规模上呢 就说下来了 就是受婚 那除了受婚之外呢 原来啊 内地还有一种婚礼叫素婚 素婚 这个素婚呢 跟受婚也有点相似的 但是这个素婚呢 他有一点差别就是 他以这个有限度的金钱去办一场婚礼 那这个婚礼呢 虽然这个用的金钱不多 但是相当的精致的 那就是现在很多这个代领阶级啊 那些OL啊 都年轻的一代呢 就很喜欢这种很简约式的婚礼 那这个呢 就叫素婚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啦 这个什么都没有的 就去裸婚 你不想奢华的 希望简单一点的就是受婚 那你像这以比较简约的方式的 去搞一场婚礼呢 就可以是素婚 好 除了刚才那三个婚之外呢 还有什么婚呢 还有很多很多跟这个婚有关的 当然大家知道的婚呢 有什么离婚 大家都知道了 还有逼婚 大家也知道了 那现在原来在内地还有什么婚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这个闭婚 闭婚 所谓的闭婚呢 就是一毕业就结婚 以前呢 这个内地的大学生啊 就流行是一毕业就分手 但是呢 现在是相反的是流行啊 一毕业就结婚啊 这个叫闭婚 那一毕业就结婚呢 正好是迎接他们的工作的来临啊 那正好他们也想安定下来就跟另外一半呢 就赶快定下来就去结婚了 那之后呢 再开始他们全新的人生 所以呢 现在内地就流行 闭婚 一毕业就结婚 叫闭婚 好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闪婚 闪婚 闪婚呢 就容易知道了 那就是闪电式的结婚啊 就闪电结婚的意思 他们就更简短的说是闪婚 那就是相 两个人相识很短的时间呢 就结婚了 就叫闪婚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好 另外一个是隐婚 隐婚 这隐婚是什么呢 就是你已经结婚了 但是呢 你就把它这个隐藏起来 就不让人家知道 就是你的手指上也不带结婚戒指 那跟这个可能你工作上的朋友 也不向他们透露你已经结婚了 这个叫隐婚 隐婚 这个隐婚啊 让我想起了一个字 就是跟这个英文有关的就是 MD M B M B A Married but available 就是你已经结婚了 但是呢 你不想让人知道 还是希望呢 在外面 还有一点机会的 就因为可能有些人在职场上呢 就或许让人家知道 你已经结婚了 会有点吃亏 或者是可能会 为你带来什么的不方便 所以呢 就结婚了 也不让人知道 就叫隐婚 就隐藏你已经结婚了 就是跟我们都知道 这个英文啊 Married but available 就已经结婚了 可是还是能够让别人来追求你啊 还是有机会的 这个呢 就是隐婚了 好 那今天呢 就给大家讲这几个结婚的字眼 那以后大家到内地呢 听到你的朋友们结婚了 你不方就问他们 你是以什么方式 结婚呢 你是裸婚 受婚 诉婚 还是他是一闭婚 闪婚 还是隐婚就别问了 对不对 他结婚了他也不想让人知道 那就是隐婚了 好 下个星期再见